在热烈的掌声中 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 将获得2015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 国家科学技术做奖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奖 并同他们热情握手 表示祝贺 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共受奖295项成果 和7位外籍科技中加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87项 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全体获奖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指出 我国多名科学家 在国际科技大奖中折贵 因对氢薄素研究成果 有重大贡献 曾获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国家发明奖 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 等多个奖项的图优优 成为我国首位 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在主持大会时说 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 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 发挥科技在全面创新中的 引领作用 推动形成大众创业 长宣读了国务院 关于2015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会学常务副校长 潘建伟 代表全体获奖人员 共约3300人出席大会 奖励大会开始前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 获奖代表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